Tonight 是否還要做過這個夜晚 是否還要熄滅所有的期待 For tonight 意外自媒生 Hello 大家好 我是Lolo 摩托 摩托 可不可以帶我回去珠樂記的年代 我從來沒見過真正的恐龍 我上去看看 謝謝大家 劉沛夫 現在就不能入場 你們可以跟著我下面的連結 或者去官網那裏免費預約入場 香港科學館就位於尖沙咀的東博 我們搭地鐵去到尖沙咀P7口 之後就搭電梯上去 一直沿著天橋的方向向前走 大約下5分鐘左右 我們就會見到香港科學館 在天橋上離遠就見到很大張海報 一直向前走就到了科學館的正門 以及要出事已經預約好門票的二維碼職員 我們入場吧 一入場就會感覺到空間是非常之寬敞 配以冷色調理住 綠色和藍色象徵住森林和天空 被人感受到安靜、涼爽和開闊 今次的恐龍展是為了慶祝香港回歸25週年而舉辦 地足足有2000呎 還要混集了世界各地展覽團隊的專家 來自德國、荷蘭、瑞士等地 他們用心打造 讓參觀者見證著恐龍的出生、成長、甚至死亡 他們還特意用人的比例 和恐龍作為比較 被人以第一身的感覺去感受 那你就會知道為何他們稱之為巨龍 他們足足大個人十倍、百倍有多 展覽還採用了AR和3D打人多項暫心的技術 無求呈現6600萬年前恐龍的原貌 今次的展覽 是以朱羅紀和百惡紀時代的八種恐龍化石為主 每款恐龍化石旁邊都會有一個大屏幕播放著它的形態 其AR的技術更加令觀眾好像親臨其境一樣 還有暴獵的特性 比觀眾更加深刻地記得 就讓我們大家一起與翼龍遨遊天際 是否要選擇片 應該只要 nine隻 很重要的地方 要數到展廳中最瞭目的話 一定是這一隻一比一哈特斯哥的恐龍化石 是歷代最大型的翼龍 也是全球首隻以科學方法重建而成 還特別利用了當媒體投影裝置 將哈特斯哥翼龍神態還原 而最受歡迎的話 莫過於三角龍和暴龍獲鬥的場景 由於展廳高度的限制 梁龍的骨架是特意就這次的展覽而組拚 化石旁邊也有一些浮雕印台給遊客集遊 走到距離就可以上一層坐下休息一下 或者繼續去恐龍研究所 這裡是有展覽職員教小朋友 怎樣挖掘恐龍的化石 再走進去就會看到 挖掘恐龍化石的工具和步驟 差點讓描掘恐龍 走進去 踩掘恐龍的龍獲鬥 咦探 踩掘恐龍的那層 不穆掘恐龍 ث 諸表明遭掘恐龍在遜採摹探 就有一種與龍同行的感覺 1月2日的鞋骨好像有瓷場一樣 在電光火石之際吸引我們回來2022年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記得CFS